普京身边的保镖为何每次出现总是拿着手提箱和黑色雨伞 奇怪组合的背后又代表着什么 除了这两样东西之外 普京保镖们的实力又究竟有多厉害呢 他们保护普京做过八次重大的暗杀 守护普京的二十年里 连只文字都飞不进普京的身边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普京身边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群保镖会围绕在普京的身边 而其中保镖们手里的两样东西就吸引到了我们 他们就是黑衣人手中的黑色提箱和黑色雨伞 那么就有人好奇 黑色手提箱是不是俄罗斯的核武器按钮 也有人说黑色手提箱是一种保护装置 对于黑色提箱的猜测 网络上众说纷纭 因为除了普京身边会带个黑色提箱 就连美国总统的身边你也能看到有个箱子 而这个箱子可是实打实的核武器手提箱 只要美国总统轻轻动动手指 就能直接发射核武器 当然这上面的步骤只是在影视剧里看到的 并不是真实的 而现实情况是 发射核武器是需要很多步骤才可以发射的 首先手提箱里面并没有直接发射核武器导弹的按钮 而是有是一部卫星电话和几份文件 这部电话是不受任何通信的干扰 不管你在哪里 你都可以用这部电话与美军指挥部直接联系 而剩下的几份文件 上面描述着美国有多少个核弹安全基地的地址等等 除此之外 箱子里面还有一个广播程序 如果美国总统真的要发射核武器 那么这个广播程序就会自动打开 会把核武器发射的消息传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 让全国人民做好战前准备 除此之外 美国总统的手中都会有一个身份证 这也是为了防止有人冒充总统伪造指令 其次 发射核武器并不是美国总统一个人说的算 他必须先发送指令给国防部长 如果国防部长觉得不足以发动核武器 那么国防部长是有权利拒绝美国总统的 这样也是为了防止核武器滥用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 核武器的分量也越来越重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些国家经常会用核武器来震慑其他国家 可见核武器的重要性 俄罗斯的核武器发射系统也不是一个人决定的 而是由三个人共同管理的 他们分别是俄罗斯的总统 国防部长 参谋长 如果只有一个人同意 剩下两个人不同意 那么核武器也不会发射 必须是三个人都同意 俄罗斯的核武器才可以发射出去 如果真的到发射核武器的情况下 那一定是无法挽回的局势的 所以说核武器的发射是每个国家都要谨示的事情 他们是不会随意发射核武器的 因为核武器带来的后果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承受的 普京身边的保镖为何每次出现总是拿着手提箱和黑色雨伞 奇怪组合的背后又代表着什么 那么普京身边的黑色箱子真的和美国身边的箱子一样是核武器手提箱吗 但其实不是 绝大部分的黑色箱子是一种保护措施 如果普京遇到危险时 保镖们便可以打开该箱子 你就可以发现这些箱子就会变成一个盾牌 并且这种盾牌的材质是钢板和凯夫拉材料制作出来的 这种材料的盾牌可以比喻大部分的子弹 从而避免普京受到枪击 而且这类手提包的好处就是轻便 可以随时随地的拿出来用 除了手提箱之外 那把黑色雨伞是干什么用的 难道是普京怕筛 答案肯定不是 它是用来保护普京的 这个雨伞的材质和手提箱的材质一样 都是用凯夫拉材料制作出来的 可以有效地阻挡子弹的射击 从而减少杀伤力 除了防御力强之外 这把黑色雨伞还可以当作武器来使用 因为它的设计中 雨伞的把柄是有一个枪口的 这样既能保护普京的安全 也可以对敌人做出反应 并且这把伞的好处就是不会引起恐慌 毕竟作为普京身边的保镖 也要时刻保持好自己的形象 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拿着枪跟在普京的身边 作为一个爱和人民打交道的好总统 身边的保镖如果拿着枪看着群众 那么哪还会有人敢和普京交流 估计都会被直接吓跑吧 所以不管是出访国家还是与人民打交道 保镖拿着枪站在普京身边多少会有点不妥 因此俄罗斯安全部门才研发出来这么一把黑散出来 这样既保护了普京的安全 又照顾到了体面 可谓是一举两得 普京身边的保镖到底有多厉害 守护普京的20年里 连只蚊子都飞不进普京的身边 我们能看到经常会有一些黑衣人围绕在普京身边 但却不是很多 难道普京的保镖数量一直这么少吗 但其实我们所能看到的保镖 只是普京身边的第一层保护 这些人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他们能在第一时间围在普京身边 用他们的身躯来保护普京的安全 并且他们时刻都在盯着身边的可疑人物 这样可以排除普京遇到的危险 但普京是一个非常亲民的总统 他每次遇到俄罗斯人民时 总要上前与他们拍照握手 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人民非常喜欢普京 但这样也影响到了身边保镖的判断 因为他们无法判断与普京亲近的群众是否危险 针对这种情况 普京的第二层保镖也就出现了 他们就是便衣保镖 这些便衣保镖一般不会长得很粗重 毕竟作为一个便衣保镖 最大的优势就是你长得普通 这样一般人才无法看出来你是保镖 他们就与普通人混迹于一起 会跟随着群众向普京移动 而这些保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离普京更近一步 遇到危险可以更好的帮助普京 而另一方面就是时刻观察群众里面的可疑人物 而普京的第三层保镖就是警卫 他们主要负责的是现场的秩序 把人流分成一片一片的区域 这样的话既不会造成人员的拥挤 也能更好的管理群众 避免有些人逃过便衣保镖的监控 但如果有人真的逃脱了保镖的监控 从而冲向普京 那么这些警卫可以迅速的冲向该人物 阻止他靠近普京 而第四层保镖可能我们都没有见到过 他们就是隐藏在高楼的狙击手 并时刻监督每一个群众 如果他们发现可疑人物 是随时可以抠动扳机的 如今普京算是被刺杀最多的领导人之一 如果没有这些保镖的保护 普京也不会随意的出现在公众视野上 所以说普京是非常信任他们的 他们就是普京最坚硬的后盾 那么你认为普京身边的保镖怎么样 欢迎把你的看法打在评论区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